那刚刚讲到就是说,第一个,Spinner请各位布局一下,一个专案,然后呢,放一个Spinner上来,那底下的话,我们只需要上面放一个TestView,下面也放一个TestView,让它显示,第一个,这个布局应该比较简单,第二个的话呢,就是说,我希望能够在,当我怎么样,当我下拉的时候,我可以做,我看一下,这个在back里面, 当我,我看一下,我这边Spinner这个范例,当我按下了其中一个之后的话,那我可以让它显示出,我要显示的选取的那个部分,那这地方该怎么做,把它执行起来,给各位看一下 这地方的话,如果当我选的其中一个,我要能够,让它下拉的话,特别注意哦,你第一个,要先进一下, 它的下拉的清单内容,那下拉清单内容部分的话,请各位注意一下,是放在哪里呢,放在这个Values,前面我们用到这个Values, Values里面呢,会一个String的自串支援档,那自串支援档里面的话,如果你要有一个下拉清单,点下去它有个清单,比如篮球,足球,棒球,其他的话,那你可以在这边, add一个什么呢,add一个特别注意哦,是一个array,一个String的array,那Stringarray里面的话呢,再分别放四个项目,四个项目,四个项目的话,就我刚刚讲的四个项目,那再分别给它里面的值,OK,那里面的话就是篮球,足球,棒球,其他,放在Stringarray里面,然后呢,再来的话就是说呢,如果我希望点击Spinner之后,它能够秀出,我刚刚的清单的话,特别注意哦, 这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,就是说,一般的书里面是用adapter,一个连接器去把那个,自串支援档取出来,但是呢,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那个Spinner,这个Spinner,这个,这个元件,下方的这个属性,里面呢,有两个属性,你直接可以选取,一个prompter呢,上面可以秀出标题,底下一个entries,你可以直接选这个,刚刚你建的这个,这个有没有,array, 那你选旁边的这个按钮,它就会跳出什么,跳出一个让你选那个,自串支援档的地方,那你选了之后的话,你刚刚建那个支援档,它自动就会载入进来,OK,也就是当你点击它的时候,它就秀出来,这个部分不用写任何程式嘛,OK,那再来的话就是说,当我点了其中一个项目,比如说我今天点了篮球,我希望呢,将来TestView里面显示篮球的话,那我这地方该怎么做,在这里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 其实城市里面,流程跟前面大致上相同,一定有会有个宣告嘛,宣告,因为我会用到两个,一个是TestView,一个是Spinner,那名称的话,T01,SP01好了,那再做一个连结,连结的话,画面上面的T01跟SP01,把它做连结,那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那个事件部分,事件部分的话呢,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,就是用一个SP01点, 那前面的话,Button是Set on Click Listener嘛,不过,在Spinner的这个名称上面不太一样,它叫On Item Set